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人这一辈子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 年轻时,我们为了梦想,为了家庭,奋力拼搏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渐渐老去,开始步入人生的晚年 在这个阶段,我们本应享受天伦之乐 得到儿女的关爱和照顾 然而,有时候却发现有些老人被儿女嫌弃 零妖,没有边界感,喜欢插手儿女家事 为什么有些老人没有边界感,喜欢插手儿女家事呢? 因为在老人的观念里,儿女永远是孩子 他们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儿女操心 他们担心儿女在生活中会犯错 所以总是忍不住要插手儿女的家事 因为老人经历过更多的人生风雨 他们自认为有丰富的经验 希望儿女能够听从他们的建议 他们觉得自己是为了儿女好 却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可能会侵犯儿女的隐私和自主权 如果老人一直没有边界感,喜欢插手儿女家事 那么儿女可能会感到厌烦和无奈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老人过度干涉 没有自由和空间 因此,没有边界感会破坏亲子关系 儿女可能会对老人产生抵触情绪 不愿意与老人交流和沟通 从而,老人会感到孤独和失落 他们会觉得儿女不再亲近自己 不再尊重自己的意见 所以,老人要学会保持边界感 我们可以关心儿女的生活 但不要过度干涉他们的决定 要尊重儿女的隐私和自主权 让他们有足够的空间去成长和发展 02.以老卖老 固执己见 难以沟通 为什么有些老人以老卖老 固执己见 难以沟通呢? 因为老人在漫长的人生中 积累了很多经验 他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不愿意接受新的观念和方法 他们觉得自己走过的桥 比儿女走过的路还多 所以,儿女应该听从他们的意见 因为老人可能会害怕 失去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他们担心 如果自己不坚持自己的观点 就会被儿女轻视 所以,他们会固执己见 不愿意妥协 如果老人一直以老卖老 固执己见 那么儿女可能会感到沮丧和无奈 他们会觉得老人不可理喻 无法沟通 因此,固执己见 会导致家庭矛盾 儿女和老人之间 可能会因为意见不合 而产生争吵和冲突 从而,老人会失去儿女的信任和尊重 他们会让儿女觉得自己顽固不化 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 所以,老人要学会放下架子 虚心听取儿女的意见 我们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 但也要尊重儿女的选择 要学会与儿女平等的沟通和交流 共同探讨问题的解决方法 03.越老越自私 要求儿女以自己为中心 为什么有些老人越老越自私 要求儿女以自己为中心呢? 因为老人在晚年 可能会感到孤独和无助 他们希望儿女能够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 满足自己的需求 他们觉得自己为儿女付出了一生 现在是儿女回报自己的时候了 因为老人可能会害怕被遗忘和抛弃 他们担心如果儿女不关注自己 自己就会变得孤独和无依无靠 所以,他们会要求儿女以自己为中心 满足自己的各种要求 如果老人一直越老越自私 要求儿女以自己为中心 那么儿女可能会感到压力和疲惫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老人束缚住了 没有自由和空间 因此,自私会让儿女感到疲惫和无奈 儿女可能会因为无法满足老人的要求 而感到内疚和自责 同时也会对老人产生不满和抱怨 从而,老人会失去儿女的关爱和尊重 他们会让儿女觉得自己只考虑自己 不关心儿女的感受 所以,老人要学会换位思考 理解儿女的难处 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需求 也要关心儿女的生活和感受 要学会独立和自主 不要过分依赖儿女 给儿女一些自由和空间 零四 过度依赖 对儿女要求太多 给儿女带来压力 为什么有些老人过度依赖 对儿女要求太多 给儿女带来压力呢 因为老人在晚年 身体核心里都变得脆弱 他们需要依靠儿女 来照顾自己的生活 他们觉得儿女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应该承担起照顾自己的责任 因为老人可能会害怕孤独和寂寞 他们希望儿女能够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 给自己带来温暖和安慰 所以他们会对儿女要求太多 希望儿女能够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 如果老人一直过度依赖 对儿女要求太多 那么儿女可能会感到不堪重负 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生活被老人完全占据 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因此过度依赖 会让儿女感到疲惫和无奈 儿女可能会因为无法满足老人的要求 而感到内疚和自责 同时也会对老人产生不满和抱怨 从而 老人会失去儿女的关爱和尊重 他们会让儿女觉得自己是一个负担 不愿意再照顾自己 所以 老人要学会适度独立 减少对儿女的依赖 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丰富自己的生活 同时 也要理解儿女的难处 不要对儿女要求太多 给儿女一些自由和空间 人老了才发现 有些老人被儿女嫌弃 错并非在儿女 只是老人不明白 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学会保持边界感 不要插手儿女家世 放下固执己见 虚心听取儿女的意见 克服自私心理 理解儿女的难处 减少对儿女的依赖 给儿女一些自由和空间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与儿女和谐相处 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 在人生的晚年 我们要学会反思自己的行为 理解儿女的压力和困难 我们不能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要求儿女为我们付出一切 我们要学会关爱儿女 尊重儿女的选择 与儿女共同成长和进步 让我们用理解和包容 去维系家庭的和谐 让晚年生活充满温暖和幸福 通透一词 出自唐代韩裕的南山师 争拦相混动 表里呼通透 意思为清澈透明 人生需要活得通透 活得通透的人才能够更好地驾驭人生 从而不被生活所累 不被世事绑架 但是很多时候 不是人想通透就能通透的了的 这跟人的性格有关 也跟人的阅历有关 通透这种至高的人生境界 需要我们去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认知水平 所谓通透 其实就是已经活明白了 既然活明白了 便也知道 世上是 有喜有悲 有好有坏 一切都是正常的形态 所以 遇到高兴事的时候 活得通透的人 最多也就在内心高兴一下 但脸上不会表露太多 更不会得意忘形 逢人就说 而遇到不好的事情 也总是会相信 一切都会过去的 并不会惊慌失措 更不会绝望崩溃 成熟 稳重 是活得通透的人的一个特点 看得远 想得通 更是通透必须有的特点 活得通透的人 往往都是智者 活得通透 就是明白事理 能够通过现象看透本质 做到不争不抢 不骄不躁 问心无愧 活得通透的人 一定会懂得处理好自己的情绪 把一切事物都看得透彻 不去想过多繁杂纠葛 不苛求生活的完美 懂得山繁就简 它是走好每一步 从不幻想不切实际的东西 从不对自己对别人太过苛刻 通透过一生 是一个人难得的境界 沉默是今 言多必失 其实生活中的很多矛盾和纠葛 皆是因为话太多 说话不过脑子 太轻率的话语 往往漏洞百出 也容易让人误解 人这一辈子 用一年学会说话 却用一生学会闭嘴 可见 懂得什么时候闭嘴不言 要比说话难得多 真正聪明的人 都懂得少说 多看 多思考 谨慎地发表意见 那些侃侃而谈的人 看似精明伶俐 其实恰恰会给自己 带来很多的麻烦 因为话说多了 不知道哪一句会得罪人 而且一旦表达欲被激发 说话就会没边没沿 显得比较肤浅 和没有内涵 真正厉害的人 懂得观察和思索 一般不会轻易地表达意见 一旦说话就是认认真真 入目三分 这样的人才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 也显得稳重深沉 谨言慎行 三思而后行 时刻保持住那份基本的清醒和理智 才会让我们行稳致远 但凡成熟稳重的人 都懂得谨慎的重要性 尤其是说话这方面 更是懂得话到嘴边留半句 先在心里打下复稿 再去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人际交往 或者是生活工作中 达到良好的沟通目的 同时也免去了因为口舌之争 而带来的麻烦和烦恼 控制住自己的表达欲 改掉自己口无遮拦的毛病 那么我们的生活 就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美好 生活本来是简单的 正是我们一些不好的习惯 才使得原本平静的生活 变得泛起波澜 甚至是鸡飞狗跳 做一个敏于行而嫩于言的人 其实挺好 远离那些没有意义的穷辞烂调 和流言蜚语 生活自然就能变得轻松很多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灵性的 也都是善于感悟和思考的 能有一颗会心 有一个晶莹剔透的心灵 是人生最大的兴事 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积累智慧 修心修性 去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心灵高度和生命厚度 用一颗会心去洞察自我 去洞察人生 这样的人生便是最美好 最闪光的 会心洞察 洞察世界上的一切美好或者深沉 洞察会心 去发现一个更加深邃 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 这便是人生 这便是修行 会心 最难得 它从来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 也不是谁能够赐予我们的 想要拥有一颗会心 需要生活的不断锤炼 和命运的重重考验 甚至是需要各种艰难困苦 迷茫困惑的折磨 有了会心 便可以看清楚 世间的一切纷纷扰扰 也能够想明白 人间的一切烦恼忧愁 人生难得的 不是多么的富有和高贵 难得永远是一颗 能够洞察万事万物的会心 修会心 修会眼 修人间大道 修生命智慧 如此 我们都可以活得轻松自在 明朗通透 这样 我们的一生 也就算没有白活 也就没有辜负了 自己这一世的珍贵修行 洞察君 在此真心的祝愿 有缘看到此篇文字的朋友们 都能够收获一颗会心 遇到一个更加美好的自我 同时也拥抱一个更加真实灿烂的世界 人 总是由青涩到成熟 由懵懂到通透 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他的心理世界和思想唯度 必然是和普通的人有所不同的 其中最大的两个特点是 少言和情绪的稳定 可以这么说吧 真正成熟起来的人 在某种程度上戒掉了语言和情绪 沉默是今 当我们真正变得成熟起来 就会明白 在这个世界上和人世间 多说实在无意 生活中的那些人那些是 真正懂得不需要多说 而不懂得多说也没有用 所以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 悉自如今的 他们从来不会去高谈阔论 更不会口无遮拦 因为他们真正明白了 语言的意义不在于 有多么能说会道 滔滔不绝 而是在于能否说到点子上 能否一语重地 戒掉不必要的争论 和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 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应该有的样子 情绪稳定 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熟的试今时 任何一个真正成熟的人 都会是自己情绪的主人 生活中 我们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如果不能够真正地掌控好自己的情绪 就会成为情绪的奴隶 从而为情绪所累 最终也会因为不好的情绪 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和决定 成熟的人 从来不会轻易地发怒 抱怨 更不会被情绪所裹挟 真正成熟的人 懂得如何和不良的情绪划清界限 也可以说 他们能够戒掉情绪 戒掉心浮气躁 而处遍不惊 临危不乱 做一个成熟的人 需要生活的历练 和岁月的洗礼 任何一个人 在通往成熟的道路上 都需要经历很多 而且也要懂得自我反思和改变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 也注定会充满了痛苦 甚至是困惑 懂得什么时候说什么话 什么时候要闭嘴 知道如何去掌控自己的情绪 不被情绪所控制 这些都不是一天能够修炼好的 而是需要长时间的磨练 和不断的自我提升 对于成年人 尤其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来说 贫穷无疑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们可以自己节俭 也可以自我压缩各种开支 但是孩子的学费 老人的医疗等等各种家庭责任 却是无论如何都推脱不了的 所以无论我们现在的工作 喜欢不喜欢 至少它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份收入和保障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 我们没有任性的资本 只有默默承受 就为了那碎银几两 我们必须使出我们全部的力气 至于所谓的尊严面子 通通都被抛在脑后 其实对于曾经穷怕了 或者是被生活现实毒打过的人 都已经深深地知道了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而一个钱字 让多少人都无暇顾及其他 只能是想方设法的多正一些 用来去给家人的生活 多一份体面和安全感 我们无法去抱怨什么 也没有时间去陷入幻想之中 唯一能做的就是上紧发条 保持充足的动力 然后去在社会这个大的战场上 多收获一些东西 当我们感到疲惫的时候 就去想一想 在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容易 比我们还艰难的人 比比皆是如此 也就释然了 朋友们 努力挣钱 尽可能地离贫穷远一点 也许这就是人间最极致的清醒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承愿和游游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不管承认与否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岁月的消磨 我们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 变得孤独 沉默 冷漠 人 虽然是群居的物种 但是在心灵的最深处 往往是孤独的 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 也会越来越不喜欢热闹 反而是更加享受沉默和安静的时光 对一些事情 也不再那么热衷和迷恋 相反会多出一丝冷漠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成熟 或者是生命必然的归宿 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长大 也在不可避免地变老 我们的心灵 也在经历着一个 由稚嫩天真到成熟稳重的过程 孤独也好 沉默也罢 甚至是冷漠 其实是看透了以后的豁达和冷静 更是参悟了人生之后的 无欲无求和随其自然 很多时候 我们的改变都是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之后 才能够悄然发生的 而生活的阅历 就是这样一点点地改变着我们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态度 喜欢上孤独 习惯了沉默 懂得恰当地保持沉默 其实也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人生境界 生活的好坏 从来都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只要自己以为好的 便是是真得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和偏好 人的一生 能够追求到内心的平静 和心理的平衡 便是美好而成功的 人生 要说有什么原则的话 那么遵循自己的内心 应该是最大的原则 我们都在生活的道路上 一直向前 无论前方迎接我们的是什么 张开双臂去拥抱便好 也许我们注定都会走向孤独 沉默和冷漠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就不那么热爱生活了 只是我们的内心 已经承载了更多的阅历和情感 对生命的理解也更加深刻了 所以在外人看来 少了一个激情和张扬 多了一份冷静和沉重 而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个生命过程 自然而然的样子 春季假期就这样结束了 每当到这个时候 我们都会感慨 时间过得太快了 感觉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 几天的假期就搜得一下过去了 我们来不及细细回味 也来不及去体会 新的一年的工作 就这样朝着我们扑面而来了 2023年 新的生活和工作真的到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每一年的开工衣食 我们总要经历一个心理上的调试过程 或长或短 都要经过一番调整 才能够回到那条 其实早就已经习惯了的轨道上来 收起心 和那短暂的轻松惬意的假期说再见吧 也和我们那暖暖的家庭或者小窝挥手作别 踏上工作岗位 就意味着新的一个轮回开始了 提起精神 纵使我们因为短暂的假期 心理上有些松懈了 但是我们依然要奋力地打起精神 重新振作起来 应对新的工作和挑战 慢慢地踏下心来 去迎接一件又一件的工作任务 去遇见一个又一个的人吧 告别节日的浮躁 那些节日的喧闹和热烈 已经离我们渐渐远去了 我们的心也需要慢慢地沉下来了 过年放假 实际上就像是一个短暂的驿站 让我们稍微歇息一下 调整一下 过去的一年 我们做一下总结 回顾一下过去的美好 欣赏一下一年来的收获 然后展望未来 生活总是向前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新的一年 撸起袖子 加油干 让我们牢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从工作的第一天起 就提醒自己 要努力 要好好把握好生活中的每一天 新的一年 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开始 让我们带着美丽的心情 微笑起来 振作起来 认真起来 以全新的精神面貌 面对新的一年 用心的去生活 努力的去工作 上天一定不会辜负 每一个认真生活和工作的人 新的一年 工作第一天 收起心 提起神 努力前行 相信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更加美好的自己 人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开始 就对物质有需求 随着不断地长大 人的欲望就会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而人生的绝大多数痛苦 就是源于过大的欲望和有限的能力之间的矛盾 因此 面对人生 只要尽力就好 万万不可以太过执着 更不可以钻牛脚尖 因为人生中的很多事情都不只是努力就可以的 人这一辈子 很多事情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而且任何事情的成功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各个方面的因素 人生 其实只要尽力了就可以了 尽力而为 因上努力裹上随缘 才是一个人最大的通透和清醒 我们这一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事情 也会做出很多努力 世间的任何事情都讲究一个缘分 如果缘分不够 任凭再努力再执着 也是没有用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懂得尽力而随缘 如若陷入执念 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结果一定会是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无论是对待自己还是孩子 甚至是别人 我都要懂得保留一份理解和宽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注定存在属于自己的短板和局限 尽力而为 看淡结果 达到这种境界确实很难 但是唯有达到了这种境界 才能够生活得轻松自在 否则 在这个充满各种诱惑和冲突的世界上 一定会因为太过执着 而陷入到无尽的痛苦之中 各位朋友 面对生活尽力变好 人的一生 就是一个不断成长和成熟的过程 人的长大和成熟 有两样必吃的东西 一个是吃饭 一个是吃亏 吃饭会让我们的身体吸收营养 获得成长和发育的力量 而吃亏则会让我们汲取教训 长智慧 长心眼 变成熟 好好吃饭 好好面对人生之中吃的那些亏 上的那些档 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每一个人 从咕咕落地的小婴儿 到一个身体心里都发育成熟的成年人 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也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坎坷的过程 想一想 自己曾经吃的那些苦 遭的那些难 那些被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过的善良 和曾经掏心掏肺的付出 每一桩每一件都让我们的心灵 深深地伤过 痛过 正所谓 吃一切长一智 我们就是在不断地受伤和迷茫之后 才逐渐学会了理智和坚强 饭不是白吃的 当也不是白上的 一切的精力都会最终化为我们不断进步和成长的力量 人生之路漫长 且充满各种各样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唯有磨练自己的意志 增强自己的智慧 提升自己的能力 才能够确保自己永远处于不败之地 人生是一场修行 吃饭 吃亏就是这条修行之路上必须具备的元素 只要我们永保一颗向上的心 对美好的事物和人性始终充满期待和向往 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真正地陷入到自我的迷茫和堕落之中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是营养 只要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和面对 好的事情能够带给我们快乐的享受 而那些痛苦和艰难则会教会我们如何去思考 如何变得稳重和成熟 同时也让我们对生活多出一些更加深刻的理解 好好做人 好好吃饭 不怕吃亏 学会反思和改变 就是一个人真正走向成长和成熟的开始 最后 洞察君在此真心地祝愿我们每一位好朋友 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少走弯路 多欲美好 学会不断地精进和成长 从而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收获更多的精彩和感动 在这个世界上 道路有千千万万条 最难走的从来不是脚下的看得见的路 而是那条我们谁都逃不掉的新路 我们脚下的路再难走 总是有终点的 可是心里的路呢 这条看不到摸不着的新路 才是最难走的 也是最让人感到疲惫困惑的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之八九 我们的心里 纵使有再多的委屈和酸处 哀愁和伤痛 很多时候也总是清除不完 也甩不掉 其中的苦涩滋味和艰辛难过 也唯有自己懂 人 不怕身累 就怕心累 不怕辛苦 就怕辛苦 人生 心路难走 心事难放 心 才是一切的根本 才是我们感受生活 觉悟真理的源泉 这辈子 有人嫉妒 有人羡慕 有人喜欢 有人厌恶 不管你怎么做 做得多好 也总有人不满意 不接受 无论我们多么地委屈求全 不理解你的人 终究还是不理解 吃了亏 才知道人心冷暖 上了当 撞到了南墙 才会悟透真假是非 心若迷了 则永远找不到出路 心路走好了 一切不是问题 人若想开了 时间没有难题 心路难走 也要走 因为唯有走过这个路程 我们才能够实现成长 一辈子很短 眨眼间就过完 因此我们要珍惜 生活中的所有遇见 那些击倒不了我们的 最终都会让我们变得坚强 而人生的心路历程 无论多么煎熬辛苦 最终都会让我们实现蜕变和升华 人生 最难走的路是新路 最能够让我们变得深刻 而有内涵的也是这一条难走的新路 加油 共勉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人生最苦的未必是身体上的辛劳 也不一定是物质的匮乏 而是心理上的煎熬 和面对现实的那种无奈之感 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现了焦虑 抑郁等一系列的负面情绪 是社会节奏太快了 还是竞争太激烈了 抑或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世界观出了问题 一个人 只要是心理世界失去了平衡和宁静 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生活在心理挣扎之中的人是最痛苦的 内心挣扎的人总会感觉自己的心是悬着的 也总是找不到心灵的归宿 更是在现实和理想之中徘徊不定 面对现实的无奈却又不能够安之若命 想努力地改变自己却总是不得要领 这样的日子是最苦的 也是最难挨的 一个人要想生活的幸福 首先要学会停止心中的挣扎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颗坦然和平和的心 在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不卑不亢 不疾不躁的心态也变得越来越稀有 所以如何给自己的灵魂一个安静的归宿 和现实达成和谐的统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事情 人生之路不在于长短而在于厚度和深度 我们的生命之中能够多一点感悟和体会 胜过浑浑噩噩的虚度百年 懂得超脱于内心的挣扎和对生活错误的执着 便可以活得轻松一些 自然一些 人生的苦从来都不是来源于外界 而是来源于自身的精神世界 其实我们都可以活成自己精神世界中的王 心泪是一个人最大的疲惫 也是最消耗我们能量和精力的状态 现在的人们活得越来越累 似乎每一个成年人都生活在心理疲惫的状态之中 甚至很多时候不知道原因更不明就里 其实心泪的人一定是想得太多 而且大多是没有用的瞎想和乱想 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精神内耗 要想摆脱心泪的感觉 就要懂得只做有意义的思考 也要学会给自己的心灵松绑 给自己的大脑定时做一些清理 人生最怕胡思乱想 也怕过度思考 我们每一个人的能量和精力都是有限的 如果不懂得取舍和梳理 那么我们迟早都会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最终会疲惫不堪 无所适从 人这一辈子 不要活得太累 也不要去想那些不现实的东西 内心的平静和心理上的轻松 是一个人最美好的状态 其实这种状态也不是那么的难 只要我们能够学会看开看淡 少一些不必要的计较 多一份豁达和通透 那么我们的心灵就会变得越来越轻盈 从今天起 让我们都学会给自己多一些鼓励和欣赏 少一些执拗和迷茫 相信一个心理上放松而平静的人 更能够获得生活上的幸福和工作上的成功 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个人从生下来就没有任何的挫折和烦恼 事实都如意 每天都是阳光灿烂 岁月静好 那么这个人最终会怎么样 我们都向往美好 也都希望万事顺遂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具有思想和智慧的人来说 如果真的给他这样绝对理想的生存环境 我们人类很可能就会活成猪 甚至走向集体灭亡 记得在哪里看过一个实验是这样的 说是把一群老鼠捐起来 给它们最好的环境和充足的食物以及配偶 你猜怎么着 最后这些老鼠繁衍到一定程度反而灭绝了 由此看来 太过安逸的环境会让一个物种失去竞争意识和危机感 最后就是走向灭亡 苦难和不幸 竞争和奋斗才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原动力 我们每第一次进步都离不开破茧成蝶的蜕变和不断的自我突破 因此生活中的困难和各种挑战也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 感谢每一次的迷茫和痛苦 也好好把握人生中的挫折和不幸 尽管那些岁月十分难熬 但是一旦突破了就会实现自我层次的升华 人生的过程注定坎坷起伏 但最终能够熬过去的一定是生活的强者和智者 And 作者简介 惠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承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惠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时不时地会看到一些阅读我文章的好朋友给我留言 诉说一下他们所经历的不幸遭遇 每当看到那些朋友们各自不同的悲伤经历的时候 说真的 我的心都会心疼得流血 悲伤的感觉一阵阵地袭来 我真得想仰天常态 问问苍天 为什么有的时候他对我们人类是如此的残忍 难道他老人家就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吗 都说天若有情 天亦老 也有人说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总有那么一刻 我会觉得上天是如此的残忍无情 我们世间万物于他而言 只不过是一个个的过客 我们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 也统统与他无关 所谓的天荒地老 所谓的悲天敏地 也只不过是我们人类的一厢情愿罢了 我们都是如此的渺小 看到同类不幸的遭遇 很多时候也只能是爱莫能助 无能为力 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去安慰 因为很多时候 当我们面对极端的残忍和残酷的时候 会感觉任何安慰的语言都显得那么的苍白无力 但是我仍然想安慰一下那些陷入人生至暗时刻的朋友 哪怕这些安慰的语言显得是那么的无力 既然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哪怕是再大的风雨 就让我们狠狠地去面对吧 哪怕伤心地痛哭一场 尽情地发泄一下对苍天命运的不满 然后我们依然要坚强地面对 我们就是不服输 不低头 用我们的倔强 面对这冷冷的人生 生而为人 真得不容易 但是既然有了这一世缘分 我们一定要坚强地活着 哪怕来世 我们坚决地拒绝再来 而这一生 我们咬牙 也要努力地前行 直到听到命运之神召唤 便为一缕青烟回归自然 活在当下 珍惜此刻拥有的一切吧 人生不易 且行且珍惜 真诚地祈祷 愿所有的朋友平安快乐 你可知道 我们人间的一切 皆源于一个心字 我们所追求的幸福 想获得的美好 执着着的事业和感情 这一切的一切本质上 都源于我们的内心 决心 诚心 信心 忏悔心 等等 无论哪一种情绪和情感 归根结底 都是发呼于我们自己的内心 修心 才是一切的根源 才是打开人间所有大门的 唯一的钥匙 只要心成 就能够让所有的人 慢慢地感受到 也会被更高维度地存在感觉到 世间说自己信佛的人很多 但是又有几个人 能够拿出自己的诚心 真正地相信呢 同样我们每次都说自己下决心 然而又有几个人 能够真正地做到真心诚意呢 我们的一切都发呼于心 而心成不成 坚定不坚定 则是一切事情能否如愿的根本所在 我们的内心所思所想 糊弄不了自己 也糊弄不了别人 心成则灵 绝对不是一句空话 人的皮囊 只不过是一个外壳 而藏在我们外表下面的那颗心 才是生命的核心 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 只要是心成 哪怕是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 只要能够真心地去忏悔 我们的那份真诚 也最终会感化所有的人 包括我们所伤害和亏欠的那些人 请记住 无论我们的外部世界多么的复杂 也不管人心和世道多么的变化莫测 其根本终究是离不开那颗 承载着万般灵气与智慧的心 只要把心修好了 一切都不是问题 关键在于自己的发心 是不是足够的真诚与坚定 一起修心 终于美好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承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 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 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一个人怕没有志向 但是更怕的是志大才疏 眼高手低 没有志向最多是平平庸庸 而眼高手低则会一事无成 甚至会走向灾难 我们一直以来 可能对志向有一种误解 认为只要是志向 就一定是远大的 其实志向也分大小 更有务实和务虚的区别 我们要有志向 但是也要懂得 知行合一 求真务实 空有远大的志向 却什么都做不来 这是一个人的悲剧 这样的人 每天都活在自我虚幻的目标 和幻想当中 就这样虚度了一生 一个人只有当他能够真正地看清自我 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板的时候 才能够为自己设定一个可行的目标 一个实际的目标 虽然比较小 但是却远远胜于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奢望 踏踏实实 做人做事 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 却有太多太多的人盲目自大 目空一切 报复十分远大 甚至不着边际 但是实际上 却是什么也做不来 什么也做不好 我们一定要懂得务实 而不要做一个心比天高 而命比纸薄的人 云云众生 大千世界确实存在很多吸引和诱惑 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 有些事情注定是我们无法做到的 所以接受一个真实的自己 为自己定一个可行的目标 然后去努力地实现它 这也是一种成功 也是我们平凡普通的 我们最务实的生活态度 不要去想那些一夜暴富 或者一夜成名的事情 那种小概率的事件 不太可能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 我们还是实实在在地 过好自己的每一天吧 林渊陷于不如退而结往 白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和看似枯燥的工作 其实都值得我们去珍惜 或许在长年累月的心情付出和努力之后 那些之前看似高不可攀的目标 就会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靠近 做一个实事求是 知行合一的人 我们的一生一定不会太差 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不一定是来自于外界 而恰恰是来自于自身 来源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不信的话就先让自己先静下心来 把自己感觉到烦恼的事情一一记录下来 然后再逐一地去研究 一般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我们的欲望太大 以至于高过了自己的能力所及 而这种烦恼 就是实实在在地和自己过不去了 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高 非要如何如何 这样的心态注定会让我们的生活 陷入到失衡和求而不得的痛苦之中 放生的时候 我们懂得如何把一条小鱼 放入到大海之中 让它们活得自由 但是却往往不知道 怎么样让自己的心灵获得自由 其实懂得放过自己 不和自己过不去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生 我们这一辈子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做自己做得来的事 挣自己挣得来的钱 别给自己太多的奢望 和不切实际的目标 就是人生最大的睿智和通透 不只是物质和事业方面 对待感情也是如此 学会顺其自然 看淡得失 就是和自己达成了和解 不懂得如何放弃和放手的人 才是最痛苦的 也是和自己较劲 而不得自由的人 人这一辈子穷富放到一边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情 而和自己过不去的人 永远不会体会到真正的轻松和快乐 人和什么过不去 也别和自己不去 和自己过不去的人就好比陷入了一场苦战 而这场战争只有失败 没有胜利 不和自己作对 放过自己 也就是放过了这个纷繁复杂 熙熙攘攘 人心难测 而又光怪陆离的世界 生活已经不容易了 我们又何必再和自己纠缠呢 看开 看淡 看透 看清 一切都会因此而变得 不再那么的难以理解和接受 记住 别和自己过不去 则一切都可以过得去 究竟什么样的人生 才是最值得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走上这么一遭的终极意义 又是什么呢 也许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就是一个自我救赎的过程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注定都是一条有去无回的单行道 一路走来 收获的是什么 又感悟到了什么 这是我们云云众生 都应该静下来 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相信这个话题 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个答案 无论怎样 我们终会在经历了 无数的迷茫和痛苦之后 慢慢地领悟到 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谛 而这个过程 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只有自己通过智慧和悟性 去体会其中的各种滋味 人哪 就是需要千帆过进 才能悟出生命的意义 人的一生 总是要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 遇到各式各样的人 无论是美好的 还是痛苦的一样 也少不了 但是 无论是什么样的遭遇 其实都是上天 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都是对我们的磨练 由此可见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你执着追求的名利 和一切外在的东西 最终都会化为乌有 什么也留不下来 最后我们收获的 就是一个经历 岁月沧桑后变得沉甸甸的灵魂 因此我们要学会放下执念 试着学会看淡 学会放下 正如苏世所说 一念放下 万般自在 只有放下心中的欲望和执念 才能活得通透 豁达 也才能够遇见真实的自我 人生这场自我救赎之旅 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 让我们一起努力 砥砺前行 相信 只要发诚信 力衡志 就一定可以达到美好的彼岸 加油 共勉之 作者简介 会心静悟 一个喜欢安静的阅读和思考 而又善于感悟的中年人 成愿和友友们一道 去体会生活的美好和生命的厚重 欢迎各位有缘的朋友 都来阅读并喜欢上我的文字 相信 你们一定会有所感悟和收获 在此 会心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留下自己的宝贵意见和评论 你们的声音始终是我最期待的美妙音符 谢谢大家 恐惧 也许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情绪 从孩童时期的不愉快的经历 比如被热水烫着 被石头绊倒 被大人恐吓等等的行为当中 我们就对恐惧有了一定的概念 长大后 我们更会面临很多困难和不确定的东西 这些更是加深了我们对于恐惧的理解 人的一生 其实最不能缺少的是勇气 它甚至比起智慧来更加重要 因此战胜恐惧和怯懦就是我们必须去完成的任务 恐惧会让我们失去很多很多 包括事业上的机会 感情上的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美好的东西 一个心中充满了恐惧的人 在面临任何机会的时候都会显得犹犹豫豫 更不会懂得主动出击 努力争取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当一个人的内心被恐惧占据的时候 他将失去一切可能的机遇和美好 战胜恐惧 就是战胜了自我心中的魔咒 也才会迎来一个全新的自我和生活 我们到底恐惧的是什么呢 仔细想来 无非是自我脆弱的内心 怕受到伤害 是怕失败带来的不堪 怕别人看不起 其实我们真正怕的是自己 而不是外物 当我们真正的能够豁出去的时候 一切都会变得不那么可怕了 自尊心 玻璃心 自我的感觉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一个人要想获得一点成功 活得轻松自在一些 就绝对不能怕这怕那 恐惧是我们一生的敌人 唯有战胜恐惧的人 才能有资格 拥有一个无限可能的人生 人 其实很多时候 都是自己吓坏自己 而且越恐惧 就会越感到无力 自己的能力 也会因为恐惧的心理 而无法得到完全的释放 所以谁能够克服恐惧 谁能够以放松的心态 去面对机遇和挑战 谁就容易获得成功 从今天开始 告诉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 更不会畏惧生命中的各种挑战 当我们浑身充满勇气的时候 道路自然会为我们铺开 而困难也会像弹簧一样 被我们的勇敢和坚毅所压扁 我们是生活的勇士 我们无所畏惧 无论前方的道路 有多曲折多坎坷 我们也将踢经斩棘 一往无前 好的人生 不是用金钱物质 名利地位来衡量的 真正美好的人生 是因为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和一颗通透的心灵 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感 一定是源于内心的平和 以及和外界事物的和谐统一 要想达到这个境界 没有别的途径 更不是多少钱能够买来的 唯有通过自己不断的思考和感悟 才能够慢慢达到 觉醒和开悟的状态 不值 就是不要陷入执念和过分的执着 而不想 则是不要胡思乱想 不要进行无谓的心理消耗 其实 一旦我们学会了不执着 不瞎想 心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平静下来 破除我值 除去心中的执念 是我们每一个 想走向开悟之人的必经之路 而学会只做有意义的思考 不去瞎想妄想 才会将我们的能量 得到最好的保护 也才能够 让我们把宝贵的精力 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上面 不执心自安 不想的清静 我们人类的大部分烦恼和痛苦 皆来源于想的太多 执念太深 人生 其实就是一场修行 修行的关键 又在于修心 我们的心灵 可以看作是一个 无比宏大的储存空间 而我们作为主人 就要学会定时的清理 和整理心中的思想和观念 从今天起 就让我们抖擞一下精神 睁大眼睛开启智慧 将心中那些错误的 消极的信息清理干净 留给自己一个清爽干净的空间 去储存那些积极的正能量的东西 会心 愿与各位有缘的朋友们 一道努力 修出一颗智慧之心 一个美好心灵 在我们的生活中 有一种价值 它非常宝贵 但是却经常被人忽略 这种价值就是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 现在越来越多地被人提及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吧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种人 他们总是给人一种如暮春风的感觉 和他们在一起 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积极欢快的能量 即使当我们处于消沉和颓废的状态 只要能够和他们在一起 就会被其深深地感染 而变得开心起来 振作起来 情绪价值是一种最美好的 也是闪着人性光辉的最温暖的能量 多和拥有积极的情绪价值的人在一起 我们就会跟着变得美好起来 当然我们也要努力地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以此去感染别人 影响别人 情绪价值是一种相互传递的能量 也是包含着温度和智慧的生命之光 提升自己的情绪价值 其实就是不断地提升自己 充实自己的过程 也是让自己不断地变得美好的成长之旅 情绪价值 这种能量润物系无声 但是确实是一种 可以足够改变自己 改变世界的力量 人的一生 讲究的是思想境界和精神享受 而这些进步 只有不断地吸收积极的情绪价值 才能够让自己改变那些不好的认知 重塑自己 遇见美好 积极美好的情绪价值 总是可以让我们在最灰暗的时刻 最难挨的岁月 获得重新出发和振奋的力量 重视情绪价值 更懂得去培养自己美好闪光的情绪价值 就一定可以拥有一个美好丰满的人生 珍惜身边每一个具有积极的情绪价值的朋友 取长补短 踏山之时可以公寓 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积极 越来越富有正能量 情绪价值 真得是生活之中最宝贵最难得的价值 让我们张开双臂去拥抱它吧 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更加美好的自我 人的一生 谁都存在着一些困惑 迷茫和想不开的事情 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心结 正所谓心似双丝网 终有千千结 心结难打开 甚至有时候会越结越深 越结越死 面对人生的那些不如意和纠结矛盾 要用怎样的方式去化解呢 如果我们的那些生活中的困顿和不解 是一把锁的话 那么总有打开这把锁的钥匙 看淡 看清 心宽 善望即适 打开所有心结的钥匙 为什么我们没有别人漂亮 又为什么没有别人富有 健康 等等一系列的抱怨和不公 我想很多人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过 是的 人和人就是不一样的 而且很多方面是天生注定的 你说该怎么办 难道就这样怨天尤人地 在抱怨和气氛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吗 有些事情我们需要逞强 需要努力 而有些事情却必须要学会看淡 看清 红狐有红狐的志气 燕雀有燕雀的理想 我们大可不必处处和别人攀比 因为我们要明白人和人的天赋 秉性是不一样的 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可比性 人生就是这样 过的是一个心态和心情 心宽了 路也就宽了 天地也就在我们的心中变得广阔起来 无论是过去的事情有多么糟糕 还是曾经的我们有多么快乐 选择去看开 旺季就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永远活在过去的人是没有未来的 也是最可悲的 心宽 善望的心态会让我们以最好的状态活在当下 更能轻松地去面对生活中的各种风风雨雨和不顺心不如意 人生之旅漫长 生活中的事情错综复杂 唯有好的心态才是最大的保障 心有千千节 唯有看清 看淡 心宽 善望才能够打开所有的心结 从而获得心灵上的自由和轻松 生活原本简单 复杂的是人的心理和情感 其实把复杂的生活过得简单 才是一种人生智慧和至高境界 最后 祝愿所有有缘看到此篇文字的朋友们都能够在生活之中做到豁达 通透 随心 随性 从而活出属于自己的那份超脱和自由